这是齐国将士最绝望的时刻 眼看就要被群殴 老板还尚赶着送人头 将军既不敢抗命 也不想白白送死 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 眼看形势不妙扭头就跑 这可坑苦了剩下的小兵 漫山遍野全是行走的军功章 顷刻之间就被六国将士瓜分殆尽 眼看敌军乘胜追击 守成将军赶紧提议 发几个红包鼓舞士气 不料却挨了顿臭骂 直到都城被攻破 敌军冲进王宫 齐王才知道什么叫做殷小师大 但即便是逃亡 他也不忘带上苏秦 齐王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封了苏秦最高的官 赏了他最多的钱 为什么他还要背叛自己 苏秦则不屑地扔掉了手里的肉 什么荣华富贵功名利禄 根本就不是他的追求 齐王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第一次见到苏秦 就掉进了他设好的陷阱 可本王还没死 齐王命当 拉出去 扯裂 苏木头火死不弃 秦与六国皆作齐 灭敌毁身了无际 齐山秋近残云溪 就在苏秦被撕成碎片的时候 他的仇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齐王猛然惊醒 发现自己被团团包围 连国喜都被人翻出来了 面对闪着寒光的楚剑 齐王不紧不慢地戴上王冠 以最体面的姿态和楚国将军谈判 不料对方二话没说 就让他割底赔款 天之罪 本王不作 作可活 不作 必死 作还是不作 不作 话音刚落 齐王就被死死按住 被迫露出脚踝 再问一遍 作还是不作 不作 随着一声令下 乱惊的剧烈疼痛 让齐王险些当场去世 但他却依然咬紧牙关 哪怕双腿被吠 也坚决不肯签字 抽了他的筋 做条马鞭子 齐王的痛苦结束了 但秦国的麻烦却又来了 请不吝点赞